县福对于学校午餐孩子的安全健康 秉持历来面对食安问题的一贯立场 采用高规格看待 只要有任何食安疑虑都会特别谨慎处理 这次苏丹宏的食安问题爆发之后 县福就全面清查学校午餐团散业者 确定没有使用含苏丹宏的食材 也要求业者暂缓使用咖喱粉和辣椒粉等 共同维护校园食安